大家好我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经历s6 portal啊 它这个是密码忘记了啊 然后输错次数太多导致锁了4个多小时 好现在我们来给它解一下锁 这个我们用这个保资料解锁 保资料解锁 我们准备开始 首先 连接电脑 这一步我们已经把手机连接电脑了 出来一个端口mtk的端口 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用软件解锁 好接下来我们选择型号啊 进内s6 portal 然后选择好了啊 然后我们点 这里才可以选择保资料刷机 保相材刷机啊 我们点保资料刷机吧 准备 正在连接 当这里显示已解锁成功 开机即可 然后我们就等待 这个 手机开机啊 现在 锁已经解了我们 一步一步的激活一下就好了啊 跳过 下一步 下一步 啊这个跳过啊 跳过 确定 来吧 啊 这一步 立即体验啊 好 这个锁已经完美 完美解锁了啊 现在就可以使用了啊 解锁就是这样解锁 但是 一般没有专业的软件是解不了的啊 这个 需要专业的软件是可以解 解账户锁还有屏幕锁 是 就录到这里啊 送些关注 感谢对一个的支持